大數據BIP data是一個包括了從數據收集、倒分析應用的廣泛概念 指的是在規模、速度、類型和複雜性等方面 超出傳統數據處理能力的數據集合 大數據的主要特點可以用四個或者更多的V字母來表示 例如Volume容量、Velocity速度、Viriety多樣性和Messity真實性 Volume容量 大數據的第一個特點是它的龐大數據量 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物聯網等科技的發展 每日產生的數據量呈指數級增長 這些數據來自各種來源 例如網絡日誌、圖像、視頻、地理訊息等Velocity速度 大數據的第二個特點是它快速生成和處理的需求 數據的生成速度非常快 企業和組織需要以快速的速度處理這些數據 以便及時做出決策 Viriety多樣性 大數據的第三個特點是它的多樣性 數據來自各種來源並且具有不同的格式 例如結構化數據 例如關係型數據庫 半結構化數據 例如XML文件 和非結構化數據 例如文本、圖像和視頻等 Velocity真實性 大數據的第四個特點是它的真實性 由於數據來自多種來源 可能存在質量不同 不準確或者包含錯誤的數據 所以在處理大數據時 需要關注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大數據的主要應用包括 數據挖掘和分析 透過對大量數據進行挖掘和分析 可以發現潛在的規律、趨勢和關聯 從而為決策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 大數據為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源 可以用來訓練模型、提高預測和推薦的準確性 個性化推薦 基於大數據的用戶行為分析 可以實現個性化的商品、推薦和服務定制 提高用戶滿意度和忠誠度 風險管理 通過對大數據進行分析 企業可以更好地識別風險 制定相應的風險管理策略 以減輕損失和避免危機 智慧城市在交通、能源、環保、安全等方面應用大數據 可以提高城市運行的效率 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 大數據帶來的優點 提高決策效率 通過對大數據進行分析 企業可以迅速獲得有價值的信息 提高決策的效率和準確性 創新驅動 大數據分析可以幫助企業發現新的商業模式和機遇 促進創新的發展、優化資源配置 基於大數據的分析 企業可以更好地調整生產、銷售等環節的資源配置 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 提升競爭力 掌握大數據技術的企業可以更快地應對市場變化 提高競爭力 然而 大數據同時面臨一些挑戰和問題 例如數據安全 隱私保護 數據質量 以及合適的技術和人才等 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帶來的好處 我們需要解決這些挑戰 並且發揮大數據的潛力